大肚子是做媽媽必經的階段 過程簡直是來回天堂與地獄 再接返人間 所以我們做媽媽的全都是勇者 先給自己一點掌聲 自從第一集播出後 就得到很多媽媽的共鳴 說我們說出她的心聲 所以這集每天媽媽聲 聊聊做媽媽的起跑線 就是大肚子 大肚子的時間無論在天堂或地獄 不如我們一起分享一下吧 有請我們今天又美女又玩得的媽媽 葉吹吹吹吹吹不入戲 太好了 大肚子, 兩位美女 Ginny有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催催說有三個兒子 是的 你還追不追嗎 沒命 在場生三個一定因為想追女兒才會生三個 其實第三個是意外 怎樣意外化呢 即是… 我第一和第二胎很難懷孕 沒想到第三胎那麼容易 誰知道上天就安排了她來了 你們也經驗多了 大肚子的經驗 我經歷大肚子 其實是天堂多還是地獄多呢 其實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體驗 因為我第一胎真的躺得太舒服了 唯一辛苦就是尾段的時間 胎開始大了 腰骨真的受不了 但第二胎我真的地獄到一個地獄 然後試過由之後到十點 開始咬我吐到十二點 不停不停地抱著廁所 這麼可憐嗎 很痛苦 我一直以為自己腸胃炎 還要吃藥 剛才有多少條 我沒有吃藥 沒錯 脆脆呢 因為第一次華人 可能身體的機能比較好 精力充滿一點 就沒甚麼 到第二胎就鎖得很辛苦 第三胎簡直是用恐怖來應援 就像雜色一樣 生年生三個 你先生很勤勵 大家都很努力 那時候懷孕時的抑鬱症 產前抑鬱 生年寶寶又生發產後抑鬱 然後一會兒又有寶寶 產前抑鬱又來了 婆婆最重要是身邊的幫助嗎 你們老公10分有多少分 10分是滿分 我也會給他9.5分 就是這幾年 因為他那0.5分扣到哪裡 就是唯一一次他出錯 其實也與他無關 我大肚期間很想吃腸粉 是 我凌晨養生店 我就會吃腸粉 很隨便 真的沒有地方 他到翌日早上 就很早就駕車去買 他在路上我打給他 記得要我甜醬 知道… 他到餐廳,我又打給他 他要甜醬 這樣說了 他買完給我便上班 我一打開 沒有甜醬… 沒有甜醬 那一刻真的… 真的會扭曲輸 我記得剛才我第一次 我完全不喜歡吃辣菜 但突然很想吃辣菜 而且是印尼那種辣菜 對,我是完全不吃辣菜那種人 我覺得很可愛 有喜歡吃芫荽?芫荽? 芫荽… 那又沒有特別 你吃的東西很重口味 我一定很喜歡吃辣菜 兒子還是女兒? 女兒就是… 然後會吃很多濃味 但生兒子的時候是完全… 沒有的 是嗎? 我自己很享受大肚的過程 那多個月 我覺得又戀愛吃東西 肆無忌憚地吃東西 又不怕自己肥 然後外出又有很多人吃 大家都會讓你 我現在想起 我都很懷念大肚的過程 再生一個吧 那我都很喜歡懷孕的知己 我真的很少 她這麼多事都說得出來 但懷孕的時候沒有什麼不舒服 我沒有什麼 我很感恩 我沒有什麼 不如跟我們後面的觀眾 慢慢聊 其實他們已經合了 因為我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我生女兒的時候 皮膚是超級好 容光換髮 我真的女兒是會好嗎? 對,真的很害怕 但生兒子的時候 整個人都會看著鏡頭 然後你就不想照著鏡頭 但一陀子之後 毛毛都會出來了 那些學校很旺盛 很旺盛 你呢? 可能我本身男性荷爾蒙太多 所以至於我陀女的時候 我整個肚子好像是毛毛 我覺得好像奇異果的毛毛 又幼又短 整個肚子很黑的 不過生完之後真的很神奇 她掉了 你不用特意去脫 我都過了才不知 那有沒有天堂不舒服 我第一胎是早產 第五個月已經開始公宿 是陣痛,真的要生公宿 然後睡在醫院 一直睡到生公宿 那很辛苦 很害怕 很辛苦 對… 還有一些趣事 就是剪不到腳趾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對… 不是,老公有沒有幫忙 老公沒有幫我剪 反而是我爸爸幫我剪 很甜蜜 對… 先說老公的問題 剛才我看到Grace投訴她老公 我自己覺得 不是那些很夜晚的 即是凌晨三暖 打醒老公 就說幫我去買碗麵 我不是那些人 你真的很好 因為我隔來這位女士 就是那些人 其實我在大肚的時候 我覺得吃東西 真的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是 然後我老公 他真的很好 他很擔心果糖 是會令我有印神糖尿 這個問題 我跟他說 我看到肚子很好吃 可不可以買給我吃 然後他就跟我說 不用了,我還有皮夥 是嗎? 你自己買不行嗎? 你身身沒有錢嗎? 真的沒有錢 我大肚沒有班 你用老公多少分 你就是用個疙瘩 8.5 這樣也很高 因為有一分扣在第一胎 我生完之後是… 糟了,我忘記了… 糟了,突然失憶 對,我印傻 印傻 印傻 你忘記了嗎? 因為我生第一胎的時候 生完之後 我老公做了一件事 令我很生氣 是嗎? 不要緊 慢慢做 我們聊天就回頭了 不記性差,還有抑鬱 隨隨在抑鬱的時候做過什麼 到我第三胎 就是在家裡搞裝修 他又說老人家說不可以裝修 最糟糕,真的不聽老人言 應該要生的日子 10天前去了看單位 然後不用24小時 就生了寶寶 在家裡先穿水 我馬上去醫院 醫生又在開刀 然後要等醫生 等了6小時 真的不值得 然後很辛苦 然後又搬家 又照顧三個小朋友 那些抑鬱就流出來了 到有一刻,自己躲在廁所裡哭 真的有一刻想做傻事 然後我跟自己說 我兒子長大後會忘記我 每天堅持做運動 就把自己帶出來 現在就很正常了 其實很多媽媽第一次娶嬰兒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問題 但怎樣問呢? 問誰好呢? 當這些問題出現的時候 我們怎樣算好呢? 懷孕期間有欲求 怎樣算好呢? 在拍拖到結婚期間 我們有浪漫有激情 但自從有了嬰兒之後 浪漫少了 激情沒有了 老婆,不如我們… 你不出聲,我當你答應的 怎麼只剩下腿? 我想過了,老婆 我還是不打擾你 老婆,我這樣很有感覺 不如我們… 你很壞的 我的天啊,很痛 老婆,有點痛 很痛啊,老婆 就這樣啊 很痛啊 不如幫忙先來 老婆,那你先休息一下 我自己搞定就行了 這些問題很多夫婦都會遇到 我們說不夠的 不如我們請我們的虎產科 專科陳益士醫生 上來跟我們聊天 來吧 醫生,我們就上去聊天 我們在這個期間 我們其實是… 可不可以做的呢? 其實在醫學上 懷孕期間有性行為 大部分情況都可以 當然是有些情況 是我們會覺得有問題 例如有些人胎本前置 性行為可能會令到出血 那嬰兒可能就會有危險 不如訪問一下 是嗎? 我記得我懷孕的時候 是很喜歡看俠片的… 挺好看的 純粹覺得挺好看的 只是喜好 平時不看的 平時不看的 是嗎? 兩個都是 是你老公介紹你看 還是你自己自己看的 我老公是沒有興趣看的 但反而是我很有興趣看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女生這樣也可以嗎? 這樣… 但會是一些荷爾蒙的變化 是,因為… 超過六成的女性 以前的研究數字看到 其實懷孕期間的性慾也會變少 是嗎? 剛才你說的情況出現 可能也要一成多的人 那是否不正常 一成多的人也不是不正常 翠翠呢?翠翠呢? 都是跟大部分人一樣 都是沒甚麼性慾 Lewis,那跟心理上有關係嗎? 都會心理上擔心 性行為可能會影響到寶寶 我就是這樣 是害怕的 因為我當時,我有作小產 我很害怕,我很害怕會弄傷她 弄傷她 所以我完全是靈恨她 這樣也會影響你老公 他應該也沒甚麼盛趣 男人有點害怕弄傷你 但很多男人在這個期間 就覺得,沒有?怎麼可以的 對,為甚麼是你幫忙 一起看看影片,怎樣好呢? 是嗎? 我們有些觀眾,他們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方法 是可以幫忙 翠翠那位 我們不會拒絕 跟我一樣 很厲害 其實我們很服務老公 我們不會拒絕 老公的投訴 有讓老公投訴過嗎? 有,一定有 因為男人說他不需要你更害怕 或者他不知他去哪裡 對… 我老公經常說 如果我不相識你,你就會害怕 對 我都不理會他 因為我的孩子真的大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搞笑的傳說就是 如果老公搞了 而你沒有做一些安全措施的時候 寶寶出生後會有頭淚 我聽過 通常聽媽媽說的 總之她說撐個寶寶出來 那些人就會知道 是嗎?醫生 是嗎?醫生 沒有關係的 科學上這個沒有甚麼根據 那些不是… 這個我覺得處理應該被人嚇多一點 那些姿勢有沒有對寶寶有影響? 姿勢對寶寶沒有甚麼影響 主要是你儘量不要壓到肚子 傳統上男女面對面 你可能會壓到肚子 如果女性側身 你便會避免這個問題 例如力度有沒有說有關事? 會否大力了就會碰到寶寶? 對,我想說 我老公曾經說過一個問題 如果我這個時候 他這麼大了 豈不是會看到嗎? 弄得他這麼大 其實如果很後期的時候 頭部真的比較低 其實是會碰到的 對 看到就多了 不會弄傷他 我看到的 他不知道有沒有感覺 是否會有感覺 是嗎? 爸爸很怪 這個比頭禮更害怕 怕過頭禮 媽媽們,還有沒有問題嗎? 媽媽們 例如可能是那個女性 如果她在高潮位時 會引起公縮 其實我認為不是高潮位的引起 因為精液本身 是有一個荷爾芒叫前列腺素 前列腺素如果是一個很高濃度 其實是有催產作用的 它是刺激到公縮的 可能有些媽媽信產你都知道 對,我也聽過 有些人說過了期還沒生 可否用性行為來快點生 但其實就不太行 它的精液可能會令你公縮 那濃度要多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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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儲多久才可以… 其實儲多久 是不會令前列腺素高了 而你要濃度多高 其實真的有些西藥 是一些前列腺素用來催殘肉 我今天又學到東西了 我們大家也學到很多東西 今天看到醫生專家意見之後 大家可以放心,對吧?